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昆平,发布报告将预设,中心网上海10月15月电记者将预。 交通银行15日在上海发布的第49期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显示,受访中国小康家庭对未来经济发展信心走强。 交行的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每两个月发布一次,调查对向为中国各地家庭年收入12万元人民币至24万元人民币的小康家庭。 本期调查于9月进行,共1824个小康家庭量本。 本期财富景气指数中的分级指数,经济景气指数为141点,比上期微升1个百分点,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5个百分点。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昆平成,这表明中国小康家庭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失了公态度。 据调查,当前中国小康家庭的财务支出有所增加,主要是因为蔬菜和猪肉等食品的价格持续上涨,以及中秋国庆旅游、度假消费增长,另外教育和交通支出也有显著的增长。 投资方面,调研期间上正宗只持续波动,美元指数正当下行,受放小康家庭股票、基金、境外资产投资、外规投资、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均有所消滑。 本期调查表明,核心城市小康家庭的不动产投资意愿与上期持平,非核心城市小康家庭的不动产投资意愿则上升了两个百分点。 特别是,没有房产和只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,其未来入市的意愿有所上涨。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联平分析称,非核心城市小康家庭购买房产的意愿高于核心城市,这和一段时期以来,隔壁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有关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